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基础电路课,我是邱老师 那我们今天作为电路的学习基本的第一堂课 我们来介绍一下简单的电路运作的原理 这个电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电池盒,这里有一个灯泡 那灯泡本身它并没有急性,没有分正负急 那电池盒呢,这里装的是两颗三号电池 所以是三伏特的电池盒 那这里有一个开关 然后我们把线呢,把它连接起来 我们直接来模拟,各位可以看一下 当我把电源打开的时候灯泡会亮 当我把电源关掉的时候灯泡就关闭 打开,关闭,打开 那电路会运作的原理呢,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第一个,你必须有电源 有负载的设备 那负载的设备呢,也许是一颗马达 也许是一个LED 也许是一个灯泡 或者是其他的零件 负载的零件 这个都是属于 被驱动的元件 可以动作的元件,那它会消耗功率 所以你有提供功率的电源 跟消耗功率的元件在电路上面 然后呢,你把线接起来形成通路 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元素 第三个呢,你的电压跟电流 足够你的设备来运作 电压跟电流足够设备来运作 那只要这三个条件满足 其实你的电路就可以运作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路的原理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路的原理